Hello 大家好 朱昌奧 今天搞賭場員工48小時核酸不可行 但為了減低賭場疫情風險 防疫工作都要做 據今晚接近金剛態度消息人士透露 核酸不可行之後 博監就緊急約見六大博企的賭場管理人員 大家不要誤會不是下令賭場關門 而是希望賭場能夠減低賭桌數量 沒有開這麼多賭桌 據了解咳得很狠 希望王博士威尼斯這麼大個場只開10張賭桌 永利皇宮開10張 銀河這麼大個場開8張 東哥請客打邊爐都不止這麼多桌數 星際開6張 美高梅開6張等等 和要求博企在7月1至8日期間 將上班員工減至10% 要求其餘9成員工放假 咳得這麼狠 六大博企當然不濕 不如你和我出賭些糧 或者索性正式下令我關門好過 到晚一點 據了解有關方面遠了 就說你們博企自己安排 嚇少的咳多一點 嚇多的咳少一點 以及每日要報告賭場員工的上班人數 博企很配合和會做的 你說咳就咳多一點 因為要在7月1日凌晨零時起實施 所以在人手上要立刻作出安排 六大博企立即 砰砰聲加班加點做事 在網上流傳疑似 找你澳門編更部通知員工 說為了減低病毒傳播風險 和配合特區政府的防疫政策 避免外出流家抗疫 如果團隊成員在7月1日至7日申請 共7日的自願休假加年假或週假 將會獲得額外一日的獎勵假期日後使用 如果有興趣請盡快致電編更部申請 至於疑似銀河娛樂以及美高梅 在晚上亦發出類似疑似通告 我不讀出來大家看一看 其實咳了這麼多賭桌 亦要配合政府防疫減少人上班 做不到48小時核酸 就叫人不要上班 那就要放假了 總之有博企呼籲員工 在7月1日至8日期間放無薪假 有些博企呼籲員工放半薪假期 被要求放假的員工 據了解包括莊河行證人員 帳房等等 所有博企員工 你放夠7日便送多日給你 只不過來得這麼突然 很surprise 所以不少賭場員工 HR那些都加班加點 個個都好像過母親節 大家一起叫媽媽媽媽媽聲 好 這一集就看得到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想支持我開數片 未截圖二維碼 我們下集見 Bye